不等他说完 吕春阳说道 让白衣带些人过去 凡是带不走的囚犯 一律就地出局 想了一下又说道 孔大菩萨不许 你等干脆等他走后 再去执行 岂也不可耽误 那使者领命而去 吕春阳转头看了道风一眼 道风明白他的意思 但心如止水 这些囚犯 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 但既然关在地狱 必然是可以改造的 罪不至死 但现在不死不行了 一旦让他们离开地狱 大部分都会趁势作乱 甚至会倒向鬼王那边 这其中也不乏 实力深厚的厉鬼打扰 在地狱中受尽折磨 一旦脱困 势必会对阴司 展开疯狂的报复 吕春阳仰望着 红彤彤的天空 冲着道风摆了摆手 道风走到门口 躬身湿里里 纵身离去了 从冥王大典出来 形势更加危急了 城破旧的清客 道风也来不及管太多了 飞身上了城墙 已经没看到钟馈 他回头看了眼 这座辉煌了千年的古城 飞下了城楼 就在猪鬼联盟在人间共赌元宵的时候 风都城外 风之谷的人员也齐聚在了城墙稍微远处的树林中 一个个都站在树顶 观看着这场千年罕见的战争 轰的一声巨响 一道城墙在洪水的冲击下倒塌了 洪水冲了进去 淹没了控制镇延的法器 大镇被撕克了一道口子 数不清的邪悟与洪水一起冲进了风都城 整个天地之间都响着着他们兴奋的叫嚣声 这一刻他们也等了太久了 总算实现了 早在风都城塌陷之前 城中几位大佬就预料到了 将士兵分批赶往了冥王大殿 进入了婆娑家业土中 没有来即进去的 也都遭到了屠杀 大水冲垮了城中大部分的建筑 朝着冥王大殿狂卷过去 在距离大殿几十米远的地方 浪头似乎撞在了一道无形的墙上 从两边河围 中间流出了十来米宽的一条路 一个人走了出来 身穿锦衣 头戴鱼罐 周身相云环绕 一直飞到了风都大地的房顶 站在最高的那座飞檐上 正是道风方才见过的风都大地 只不过如今的他 与道风之前在棋盘前对坐的那个他 判若两人 五官还是一样的 但神色和气质完全变了 浑身上下透着一种威慑的力量 这一刻 他不是吕淳阳 而是风都大地 就算是曾为人皇的建文帝 在看到风都大地的一瞬间 内心也是振插了一下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人城里的城外的活着的声量 一起仰头看着风都大地 大地站在屋顶飞檐上 一动不动 与整座建筑浑然一体 仿佛从古道尽 他都是站在这里的 洪水之中 突然凭空腾起了一道巨大的浪头 最上方横着一辆鬼车 一道黑气从鬼车里喷发而出 在上方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影 一个头戴脚盔 身披铠甲的将军 太阴山的左手 风之谷的人对他都不陌生了 他是太阴山鬼王的代理 不管在人间还是清明界 很多大战 他都要插一缸子 不过 往常他都是虚空投影 实力大为受限 今天的他是真神前来 指挥着最为重要的一站 大地在上 受行天一拜 红中一般的声音 从云层中传来 行天 风之谷众人面面相聚 道锋也暗暗吃惊 一直以来 所有人对太阴山的情况都不太了解 只知道无极鬼王之下 只有左右二君 左君从不露面 主视的就是这个右君 关于他的身份 有很多版本的传言 道锋之前也听过一两个版本 甚至当真了 没有想到 右君的真正身份 居然是行天 这个传说中的上古战神 这下好看了 看着吧 至少得死一个 蛇归玄武 捋着胡须探道 大敌看着他 平静地说道 洪荒之战中 你为轩辕所杀 葬身昆仑 本该化身丰脉 造福以防水土 而你却不甘失败 神魂飞去了太阴山 投奔鬼王 你原是威武不屈的战士 轩辕也不能让你沉浮 却堕落如斯 你有什么资格败我 右君大笑了 抬起之手 指着他大喊了一声 杀 无数邪物从水中跃起 朝着大地飞了过去 刀锋远远地看着 这些邪物身上的气息 五牙六色 其中不乏鬼手 妖仙级别的强者 如同一群蝗虫 铺天盖地 将大地围在了中间 右君化身成了一道黑气 也飞了过去 大地战力不动 身上衣媚轻浮 祥云幻变 层层叠叠地飞了出去 那些邪物 在接触到祥云的一瞬间 全部肉身分解 魂飞魄散 连惊魄也被吸在了祥云之中 黑气飞来 与祥云一同碰撞 然后各自散开 叙事再犹如两条巨龙 在空中斗了起来 这是超级强者之间的战斗 看上去却是平淡无奇 只有两股气息相撞之时 所产生的一道又一道的钢风 不断吹在大伙身上 他们这些修为高深的家伙 竟然几乎站不稳了 也是从侧面显示了战斗的强度 超一流强者的战争 他们这些旁观者 也只能看个热闹 也只有道锋 多少能领会其中的攻守细节 几个回合之后 祥云开始站着上方 并且逐渐出现了压迫之势 莫得一击将黑云驱散 朝着远处逃顿 大帝没有追击 依旧站在屋顶 四十五度脚仰望远处 难难道 日落沙明天道开 终究还是来了 黑鸡在远处又重新组成了人形 还是那个高大的游军 这次他不再尝试 跟大帝单调了 指挥大军朝着封都城内开进 大帝 纵然我不是你对手 但今日我太阴山入住封都城 已然成必然之事 纵然是你 又如何阻挡 突然一道巨浪腾气 砸在了屋顶上 水退去之后 大帝不见了 封都城一片狼藉 战斗已经结束了 封都城被太阴山彻底占领 封之谷众人在远处 看到这一幕也都十分唏嘘 该我们了